女人一到中年 身上很多毛病都会显现出来 乳腺增生 卵巢囊肿 脂肪肝 还有癌症 这些病的起因 其实都和一件事情有关 你的情绪 邻居前两天 因为胸痛 去医院检查 结果查出了乳腺癌晚期 她百思不得其解 一遍遍问 我才31岁啊 根本不算到中年 两个孩子还那么小 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呢 医生告诉她 生活方式不注意 工作压力太大 其实都是在无形中消耗身体 尤其是情绪不好 对女人来说 影响特别大 邻居听完 沉默了很久 等医生走了之后 她才无奈又惋惜地说 我从小 懂事惯了 什么事都想自己撑着 工作上受了委屈也不说 婚姻有问题也强忍着 就自己生气 以为这样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没想到竟然是在折磨自己啊 谁说不是呢 情绪好与不好 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与否 让人生气的婚姻 最伤人 千万别小看情绪 对身体的影响程度 古人常说 郁郁于心 意思就是 情绪不好 直接影响你的心脏 进而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微博网友云豆和雨豆 曾经讲过自己姨妈的故事 她的姨妈去年 被无良亲戚借钱 没戒 结果对方一顿乱骂 姨妈脾气软 没回嘴 但是一直放在心里 想起来就委屈地直哭 两个月之后 姨妈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就去医院检查 发现乳腺里长了个大硬块 好在后来检查是良性 博主在微博里这样感慨道 谁要是无故挑衅抬杠 让你生气 说紧难听的 那就是想害你 就是你的仇人 坚决要骂回去 并拉黑 你把想说的话 都一股脑地说出来 气出了 心里平衡了 说谈了 不委屈 不憋着 身体也就自然没事了 还能让害你的杠筋生生气 挺好 9012了 想明白点吧 人一时 卵巢囊肿 退一步 乳腺增生 深以为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有90%以上的疾病 都和情绪有关 我们自己也会有明显的感觉 有时候气一上来 整个身子都发抖 感觉五脏六腹都在冒火 心脏压力大 胃也不舒服 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向你预警 别再生闷气了 真的会死的 很多人都知道 性格决定命运 但你知道吗 脾气更决定命运 曾经有临床精神科专家 把人的性格分为 A B C 三种类型 其中 C型性格 癌症发病率 一般比另外两种 高三倍 俗称为癌症性格 具体表现为 情绪抑郁 喜欢较真 一点小事就焦虑 习惯于自怜自艾 常常悲观失望 好生闷气 很少倾诉自己的负面情绪 习惯克制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们往往心理脆弱 经不住打击 又总觉得孤独 无助 活得很累 这样的癌症性格 往往在女性身上居多 女性天生敏感 对情绪的感知更为敏锐 却往往隐藏心底 不容易表达 长此以往就会得上情绪病 什么是情绪病呢 简而言之 就是受情绪影响较大的病 比如甲状腺结结 乳腺增生 卵巢囊肿等等 当你生闷气的时候 会怒气伤肝 造成气血淤阻 最终导致某一部分功能紊乱 造成结结或者增生 看看我们周围 有多少20岁30岁的女人 已经得了各种结结和囊肿 再看看乳腺癌 肝癌 甲状腺癌等 与情绪有关的癌症 女性得病人数有多少 什么脾气就什么命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同学的姑姑就是一个例子 姑姑年轻时拼命工作 和丈夫两个人开了一个小店 生意还算不错 家境也算是殷实 可惜好景不长 丈夫不知怎么迷上了赌博 偷拿家里的存款去赌 最后说个金光不说 还欠了一屁股债 姑妈发现之后 气得要死 把丈夫骂了一通 这下确实不赌了 夫妻俩又开始拼命还债 忙碌快半生 好不容易孩子大了 存款有了 以为自己能享福了 谁知道一夜回到解放前 姑妈从此心里就有了一个坎 想起来就难受 埋怨自己育人不输 老了老了还要遭罪 好不容易还了几年 才把债务还清 姑妈还没等传口气休息休息 就检查出得了肝癌 认识姑妈的人都说 这个病就是活活气出来的 姑妈自己也悔不当初 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真是搞不懂 那时为什么那么憋气自己 着急上火何必呢 如果我当时能知道 因为那些事会气出病 我一定说啥都不生气 生气除了毁了我自己的身体 还有什么意义呢 太不值得了 千言万语 最后也不过不值得三个字概括罢了 人到中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因为糟糕的婚姻生气得病 不仅毁了自己的前半生 还搭进去自己的后半生 何苦呢 二十多岁 离死亡能有多远 三十岁呢 四十岁呢 说实话 不过一场疾病的距离 一位患癌姑娘 曾讲述她治疗癌症的经历 我原本以为 自己对化疗做足了准备 我提前买好了假发 从心理上 身体上 接受了自己要化疗的事实 可事实上 在液体输入体内后 各种不舒服的症状 立马出现了 我浑身酸软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翻个身都困难无比 每个骨头缝里 好像有万只蚂蚁咬饰一样 痛不可言 然后 就是冷 像瞬间掉到了冰窟窿里一样 痛彻骨头 之后 就是高烧 烧到迷迷糊糊 几天后 待那些药物代谢掉了 我的身体才恢复些 可第二个疗程 又开始了 幸运的是 她最终化疗成功 留住了自己的生命 回望自己的抗癌经历 姑娘感慨说 从那以后 我很多事情都想开了 以后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儿 别往心里割 人们说 死亡是活着最好的老事 可是 为什么 我们总是要等到生病了 才能想开了呢 人生在世 不过几十年光景 匆匆一晃而已 别等到来不及了 才后悔 对自己不够好 别等到生病了 才开始后悔 自己不该生闷气 我见过 因为婚姻不顺 丈夫出轨 自己不敢离婚 天天以泪洗面的全职太太 也见过 因为辅导孩子学习 又吼又叫 气到要吃姜牙丸的家庭主妇 还见过 因为一边上班 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埋怨斥责无动于衷的丈夫 满腹委屈的女白领 女人到了中年 心事一天比一天多 忙老公 忙孩子 忙工作 就是没时间忙自己 承受一切婚姻压力 工作受了委屈 往肚子里咽 满腔心事 不知和谁讲起 总想着顾及别人 可谁来顾及你呢 到头来 委屈的是你 生气的是你 生病的 还是你 何苦呢 所以不要总想着别人 对自己好点吧 喜欢的东西就去买 想去的地方就去 想发的火就发 忍不了了就不忍 过不下去就离 学会心疼自己 比什么都强 别忘了 你不仅仅是别人的妻子 也是父母的宝贝女儿 是孩子唯一的妈妈 对自己好点 才能陪你爱的人 和爱你的人久点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 一定要记住 情绪稳定 就是最健康的养生 好好爱自己 就是最正确的活法 你睡着了手掌紧握 人家上又欠欠救我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 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你不再想让我牵你的手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 付出很多很多 你也会守着秘密 不肯告诉我 在一个夜晚 依着我的街 泪水止不住的 流了一整夜 和你一样我也不懂 未来还有什么 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 让你的天空 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 你也变成我 我好想替你 你却找了手掌紧握 脸颊上又欠欠救我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 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你不再想让我握你的手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 你也会守着秘密 你也会守着秘密 不肯告诉我 在一个夜晚 回着我的街 泪水止不住的 流了一整夜 把你一样我也不懂 未来还有什么 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 让你的天空 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 你也变成了我 我会爱上一个人 付出很多很多 你也会守着秘密 不肯告诉我 在一个夜晚 抑着我的街 泪水止不住的 流了一整夜 你一样我也不懂 未来还有什么 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 让你的天空 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 你也变成了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